武汉肺炎疫情影响造成国内口罩需求量大增 虽然政府已经祭出禁止出口跟统一征购的方式 避免口罩数量减少 但还是有许多的民众买不到口罩 因此有提出是否实施领取口罩的实名制方案 对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 会再跟相关单位协调 整体现在正在研议中了 但是因为这个要做往这边来走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是需要去考虑的 那我相信行政院很快就会跟大家做说明 陈时中表示目前国内口罩的工厂一天生产量有320万 也请经济部协调国防部动员后备军人来协助生产 至于实名制确切的方案为如何 后续会再跟社会大众来说明 个、公协调国防部局 帮,凋致价调国防部。